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选举检讨 为了让检讨更加深刻 我们特别的邀请三位在野党的人士 在野人士 当然我说过了 我是不会找那个类似那个统促党的所谓在野党 统促党就到央视区就好了 我来介绍三位来宾 第一位 清明党的台北市议员 林国陈议员 胡大哥 各位大家好 台北党党主席 刘依德主席 胡大哥好 大家好 社民党的新科 台北市议员 苗博雅 阿苗 主席您好 大家好 欢迎三位都在野党 我要强调因为选后的检讨 我坦率讲 民进党到今天的检讨 我不认为是真正检讨 而且还开始准备选举 所以我今天特别邀请三位 我在邀请三位做语谈之前 把今天 其实如果你看这个CNN BBC ABC NHK头条新闻 就是这条新闻 请看 新军运动展开今一个月后 法国总统马克宏终于在10号一脸凝重 向法国民众道歉 马克宏指出他知道黄背心大多是来自农村 或小镇的低收入人士 诉求是希望过得有尊严 他也宣布从明年起 每个月税前最低薪资 从一千五百调高到一千六百欧元 约台币五万七 还要取消年金税调涨 不过马克宏也重申 会坚持改革计划 并拒绝恢复富人税 马克宏做出让步 但恐怕难以平行众怒 部分黄背心认为一切都太晚 给的也不够 对于政府加大镇压运动的力道 也很不满 外媒指出随着黄背心运动的扩大 诉求也越来越多元 但有一个共同的诉求 黄背心运动也逐渐延烧到其他欧洲国家 在八号就有上千名比利时民众 走向首都布鲁塞尔街头 在邻国荷兰路特丹 也有约一百名示威者响应 抗议过高的税额和生活费 因为抗税 一个月前变成围攻总统府 巴黎香榭大道成为鬼域 成为鬼城 这是对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领导者 非常大的警讯 请容许我把这个节目的主题 我说过我们这个节目是捍卫言论自由 核心价值 请容许我引述一下 然后请三位 各自从领的政党 在野党 在野党理应监督制衡执政党 我们这个节目的主题 一定是捍卫国家认同 手段独立公投 我们等一下会探讨公共政策 我们更重视基层草根 公民社会 尤其是这次检讨中 从来没有检讨的 我们提出的推动改革工程 司法改革 金融改革 税制改革 党产归零 今天早上我自己还致电 党产会主委林峰正先生 我跟他说 峰正兄 加油 为了落实公平正义 大家一起努力 所以我们大家互相勉励 那因为这个金融改革面 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牵涉到今天我们来宾的 林国成先生 请容许我先引用 为什么今天特别邀请 林国成先生来 请看 我要先引用华盛顿的话 华盛顿说 为什么一个政权 要禁止言论自由呢 只有三个解释 他过去做的坏事 怕人们提起 二 他正在干坏事 怕人们批评 三 他正准备干坏事 怕人们揭露 总之禁止言论 一定与坏事有关 绝对不会是好事的 我已经跟大家报告了 有若干位媒体人 包括我 包括我 请看 其他人我不方便 我把它隐藏起来 因为基于隐私了 因为违反银行法 赵峰金来控告我 结果我出庭以后 我们来宾之一的林国成先生 也接到赵峰金的公函 而且是自林国成先生服务处 提到在新闻大解读节目 我要谈的是结论 这个结论等于是 只有意大利黑手党会做的事 好 台端继续散布前阶言论 本行将依法追溯 台端之民行适法力责任 虚物置物围倒 写得很文言文 练得好别扭 这个华丽顾问实在文笔太差了 好 因为假新闻当道 看看 这真的 这是真的 看看这原件在这里 看看这原件 好 这是赵峰金的 你们的官房 你们自己盖章看到没有 好 我在请教 这个国成兄之前 一定要提出我的诉求 很简单 赵峰案封存 封口封闭 请蔡总统立即解职赵峰金 董事长当赵顺 否则不必连任 内阁全面改组前 最后通牒 我要强调一点 蔡总统你为什么找柯文哲 市长 我公开讲好不好 你就是要问柯文哲要不要选总统 柯市长智商157 我只有57 我都知道 他要找你 2020四组的 民进党 蔡赖配 我还怀疑是赖差配 小蔡 小英 你可能被干掉 五个掛材够有心 新了流 国民党 我还不知道 反正国民党的幽灵 地方派系 戒合上是又在台湾的上空排外 第三 柯什么配 我不知道 我们等一下第三个会谈 所谓的白绿合作 独派 人选政口量中 我负责任的讲 12月18日 下礼拜二 有一位独派大佬 会正式推荐 郭新 不好意思 来这做公信 叫你鼻鼠主 来 请问这个 因为我要特别强调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核心价值 公共政策的探讨 还有公共政策里面 我们更重视 司法改革 金融改革 随时改革 我们第二小时要去探讨这问题 金融改革 怎么改革到后来 赵风金大案变成你是被告 月文七星 到底是什么事情 你跟中单 就是有什么 有什么 司令 有没有 有没有 是怎么 我想 很多事情是有小事 就会变成大事 你现在 像我们黄贝心这种 华国这种事情 也是小事变成大事 可是我们来回想一下 台湾到底我们蔡总统 她说要改革 举一个例子 金融改革 金融改革真的有改革吗 那我们来探讨一下吧 金融改革 当然有关台湾金融的自信为止 做好 可以建立国际信用平等 做不好 就会沦为洗钱观察的落后国家 台湾不是这样吗 赵风金不是这样吗 赵风金啊 就是很好的例子嘛 大家都知道 被华五十七亿 外加九点六亿 请问 这不是亚洲洗钱防治联盟 要来查台湾洗钱跟检查跟评件 主要的来源吗 所以赵风金 你说要金融改革 赵风金 你不要负一点责任吗 我从今年九月十一号 接到赵风金的函 我真的不知道 赵风金你寄这个给我干什么 第一 我那个时候是在嫌疾 我没有时间谎跟你回应 但是现在选完了 我正式今天开始跟赵风 跟张董事长你回应 你叫我不要再讲话 从今天开始 我会继续讲 不断讲 张董事长 除了你 我要试看看 不但要讲 我还要揭露你更多 我行我恕在赵风的一切的行为 所以我在这里告诉你 你还会接到纯正信号 没关系 名义代表 我要告诉张董事长 不是被你辅大的 也不是被你吓大的 我敢跟你打赌 我看看你董事长做了酒 或者我议员名义代表 做了酒 那大家试看看嘛 所以我们来回归 你寄给我主要的目的 有几点 说这个都不是事实 都是我去给人那一照 好 我再度在观众朋友的面前 我再来问张董事长 张董事长 你要回答 你如果认为 我讲的都不是事实在 那你就告我啊 你就告我 我选完了 我有时间 那我还是要再度 告诉你一句话 看你董事长做了酒 或者我名义代表做了酒 第一 我要问你 赵风被罚五十七亿 外加九点六亿 到底这些是不是事实 你告诉我啊 是不是事实 如果不是 那你就告我啊 那为什么 这五十七亿跟九点六亿 到底你是不是你自己要负责 或者股东跟钱民要负责 你总是要告诉钱民讲清楚嘛 第二 我质疑你 泰国分行 跟台湾的荒原分行 既然你的专严可以去盗领客户几千万 那请问这是不是事实嘛 那不是事实那你就告我 那事实你告我干嘛 第三 你的法尊系统的电脑采锅 是不是一次比一次的价钱还高 张主持人名指名高耶 你讲这个话还负很大责任 是你名指名高耶 报章杂志都登得很清楚 这个有没有事实 你也要讲清楚 如果没有 你也可以告我啊 不是吗 另外一个巴拉玛固人分行 各位我们请看 我质疑你这些有什么差 有什么错呢 巴拉玛分行 这是美国政府查出来的 异常固人分行2013年35亿美金 24亿美金 这是什么异常交易 你都还没有交代清楚 你说我这个巴拉玛分行没有关 我讲的是固人分行 说固人分行你有没有关掉嘛 你也没有交代清楚 我质疑你 我有什么错 所以我说实在的 你这个交易异常都还没有交代清楚 那我质疑你 我有什么错呢 所以我说实在 张总事 你要注意一下 你在治理赵宏金的时候 你知道人家给你 宏号叫做什么 这三个下定论 叫做黑木重重 敬青房子 一手遮天 这不是我讲的 是你们 里面的人对你的评议 有没有 不知道 但是是不是有事实 那就有待观察吧 但是确确实实 人家讲你这些 但是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张董事长 人家给你一个什么 封号 我看你有没有听到 我不晓得 可是人家是照封王朝的时候 他是把你当成皇帝 有没有这样 那大家看嘛 所以我真的啦 还有你要我不要讲 可是我不能不讲啊 为了不公不一的事情 我讲出来 这也是一个名义代表 应该站在监督的立场去讲 所以你叫我不要讲 我等一下 还要讲 更多让观众朋友 觉得是我讲的 这是依事实讲真话的一段 所以拜托你 真的要告我要有事实 如果不告 就不要恐吓我 就不要恐吓我 看你董事长做了酒 或我一眼做了酒 我看你明天还会接到另一张 第二张纯正信函 好 司法改革 金融改革 政治改革 请教民进党的这些大佬们 有检讨吗 于天啊 阿根廷别为我哭泣 于天没有唱 他没有像沙拉布莱曼唱 他说我为台湾司法改革 没有做而哭泣 没错吧 金融改革 这是赵锋金的政绩 司法改革呢 张国才教授说 改革里面的重中之重 就是司法改革 为什么这一次APG 就是亚洲洗钱黄制联盟来台湾 10月一次 明年1月一次 明年3月一次 明年7月公布结果 为什么我们要变成一般追踪呢 因为我们不是已经落入 放牛班了 加强追踪名单 原因就是照方涉及国际洗钱 结果蔡总统 你不处理的话 我再讲一次 蔡总统我说给你听到 我今天晚上 我这个copy一份 晚上我会传 用手机传给你的核心幕僚 拜托这个核心幕僚 明天再把这个板子放在总统办公室桌上 就这样 讲在国安日报里面就好了 请蔡总统立即解职赵峰金 董事长张肇顺 否则不必连任 内阁全面改组前最后通牒 我讲个官司 今天刚刚宣布的 赵峰案 案外案 兰怀景的儿子叫兰国锡先生 涉及洗钱 来 我引述做新新闻了 来我指引述内容就好了 兰怀景之子兰国锡啊 是三口主的洗钱关键人啊 看到没有 这都是新新闻了 这就是兰国锡 兰怀景之子 一波未贫 一波又起色掏空 第三 兰国锡以中气日气金流 简不断里海乱 我曾经在这个节目说 所谓的国学大师兰怀景 我有他这一套书 当我看到这个新闻以后 我跟各位报告 我请我的记号秘书来说 统统丢到热色统讯 不用看了啦 如果兰怀景所谓的大师 交出这种儿子 我们当然说 兰怀景啦 不是吗 那书还要看吗 所以我昨天不是说 垃圾自动分类啊 南国锡分类啊 好 结果呢 好 总算台湾司法还我公道 来请看一下 不是我 还讲还是一群媒体人 请看 爆料南国锡 涉国际洗钱 名嘴浮中信等不起诉 其实还有几位 来请拉近 是哪几位 新新闻 我 蔡依珍 黄秦亚 待机大雕哦 因为 我反控南国锡 替山口组洗钱 山口组替 洗钱 各位知道吗 山口组一年的洗钱金额 我依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 八百亿美金 八百亿美金 各位知道什么意思吗 泰国一个国家的政府总预算叫八百亿美金 你看 至少 我们的司法 还知道 会判别识会 但是 为了这个事 我到调查局 到北检 到刑事局 控告南国锡先生 案件 这些单位 目前 正在跟美国两联邦调查局 正在 会商之中 出事啊 华为公主啊 南国锡 你那时跟华为公主 你也不是王子 你就要走路了 不然我们也走路了 好 因为有两位反对党的 并不是只谈招风案 因为 其实我希望在野党 好好来看看 问题在哪里 我们先来看一段 所谓的 白绿合作 然后其中的评述 目前证据 请看 北市立委补选 白绿到底合不合 当两边的高层 都不把话说死 基层却不息 辞职明智 绿营台北市党部 主委陈正德 坦言九合一败选后两天 就曾经求去 虽然党中央 未留基层 扛下所有责任 但此后 如果要仰赖外人 才能重振 干部恐怕很难 对支持者交代 特别是合作对象 还摆姿态 不断放话 每天看电视也是照骂 我不想民进党的白绿合作 到底是怎么回事 民进党基本上是个部落政治 就是说 他们 他们就一人一把号 每个人吹每个人的 上面管不了下面 旁边的管不了左边的 一直换话 然后把人选摆在那边 逼民进党就范 如果有这样的合作方式 那我请柯皮 你去找国民党 谈谈看 要柯文哲干脆去找国民党结盟 绿白合作似乎越闹越僵 但就在这时 小绿也决定加入战局 立委徐永明的幕僚 也表明立委补选 选到底 尽管强调不是披黄袍出征 但肯定为大绿当前的重振规划 买下变数 这张照片请看看 是前天半夜一点钟 我在华国巴黎一位台湾朋友 他特别穿针给我的 你看 才上任一年半的 马克宏政府就这样子 所以你看今天最新消息 马克宏开支票要贫民院 黄背信不领钱 请容许我引述 今天跟昨天新闻 请义德跟阿苗来评论 当然这是黄黄熊先生 引用我的话 铁达尼一号撞上冰山了 请问民进党的朋友们 你们还在甲板上 研究躺椅怎么摆设吗 哎呦奇怪 蔡柯惠 三情人站得找不到 选后来登场 而且时间敲定了 看看今天出来了 13日 13不太吉利吧 这个日子 今天最新消息 柯市长说隋缘 其实最喜欢讲 他是学王金平院长讲隋缘 倒是这个真的 民进党籍人士 你们实在太低估 柯市长他不是素人 他已经老谋深算了 你看看 柯P夫妇两手策略增加 他连筹码 他太太脸书啊 对不对 他说半夜太太写脸书 他不知道 你相信吗 绿白合作有空间吗 蔡总统 13号你到 你要蔡柯市长到总统 你只是想偷偷问他说 你以为要酸总统吗 我告诉你 我跟柯市长见两次面了 一次他还在场 郭成还在场 在市政府办公室 一次在一个非常秘密地方 我跟各位讲 我只听柯市长讲五分钟 我用膝盖响 一位酸总统 国生可以证明 当然他也是有科不太方便讲内情 但是柯文哲市长 很简单 我讲证据 我说给民进党所有朋友听 柯市长不仅布局一页的立委乎选 已经布局2019的立委选举 市长布局立委选举做什么 我这次不用膝盖 我用脚底想 有一个人其他文章是很保守反动 叫做桑平仔先生 其他文章我很讨厌 但是这篇倒是写得不错 标题不错 桑平仔先生 等着看柯P耍弄小英 讲得真好 小英 看不懂吗 不知道死我了 习信仰主席我非常佩服 他说 你基本盘还在 再征集10% 蔡总统就有连任 习主席 你是我好朋友 以目前的方式 还会掉10% 还多10% 没有搞错 好 这独家消息出来了 其实这个独家消息是很不好的 因为这个报纸绝对是 有英报纸 听说这个报纸都把义德他们长的消息都封杀了 小英设总统进办 向众输赢板桥原始 昨天总统武汉原出来否认了 还没有检讨完毕就要选举 独家消息赶快否认 我说白了 请红水塞来看 输30万票 你还做总统办公室 对不对 这什么挖钩董部啊 好 我当然不知道是不是何志伟 他当然自在必得 几位都是国城里的同事 好朋友 这三位 来面要给你拼 我的好朋友张体智先生 他说这叫做台式民粹主义啊 我说一遍 国民党买你不敢聚会了 国民党威权政治的幽灵 地方派系借壳上市幽灵 又在台湾上空徘徊了 包括这位秀斗 这位秀斗 这个秀斗 他说面包是中性 我当然知道 但你头脑是 头脑有一个洞而已嘛 对不对 头脑有 泡一坑嘛 不会处理问题嘛 你不会处理问题 就不要 你找一个新当选市长开记者会 不是把问题更加严重吗 比如说你做生意 你就规规矩矩做生意嘛 我用一句话来解释这句话啦 耶稣说啊 你要侍奉上帝 还侍奉马门 马门就是犹太话叫财神的意思 你要侍奉真理 侍奉上帝 还侍奉财神嘛 五宝生就侍奉财神嘛 才搞得灰头土脸啦 来 我们前 一德跟博爱 你们是在义党 在义党是没有禁忌 因为有很多民进党级朋友来 都这样三七开 说三分七分不敢说 来 一德跟博爱 无限上纲 请 我先来说 什么绿白合作 我是 完全不看好 而且我认为 这个 川普总统 他现在的进行 这个 这个 不用再选二零 二零 这不可能会掉 我另外一个 当选的几率大概就百分之一 除非他下很多猛药 包括胡大哥 如何说的 和一些很初期制胜的政策 不差不多 温六算 这温六算不是 他手衰 我们就看二零一四嘛 二零一四 太阳花之后的第一次地方选举 这个国民党总统嘛 倒了 接下来十三个月十四个月 参选总统 哇 这个小英大人 国民党都打到头下 这两次选举 地方选举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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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跟KB合作会扯到橘色的啦 我是认为绿橘白合作啦 这个合作 你现在是浴世嘛 你要靠白色的力量 靠橘色的力量 靠橘色的力量 又把你扭下去 这个不可能的啦 因为你是裸碎 你现在是在裸碎 你现在应该是整顿 好 那我现在回到讲 来说 刚才我们在看法国的情形 这个防备心运动 其实哦 你如果人生看 那个运动跟我们台湾这次很像的啦 第一点 马克风也说 这个是要改革啊 什么 環保啊 抽那个汽油税什么 增加大家一些税 让国家会更好 他也说改革 小英也是他所有的东西都在改革 结果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触犯到什么 本来的经济就在买了 现在我们台湾行动都一年两%通了而已 就已经很完 而且这两%多的成长是跑到 到那个有钱人的口袋去啊 一般的这个手臂炭吃就越来越少啊 生活越来越来越贵 这个 这些人 你还加租一些 麻烦在他们的 我说过了嘛 你没有代表钱分期間 没有代表钱 没有代表钱 小老板 那个一粒一修 加重他们的负担 没有代表钱 这个公务人员 这个 不改革 但是你又改到多数 不然你也改最上层的 那个零十几万 八万 九万以上的 结果都改到那些更重要的 好 那民进党有没有 痛测决心要改 我跟你说 我最近看了一个 有什么分期 什么是不行 乌党外 现在全民进党 乌党外 都要製造GPS 说那些 这交通安全 那一台 一台都要加六千 高级一般 是差不多两千 至六七千 一台一定 算是加要整万的 欸 会去买摩托车 基本上就是 我家里较少了 不然他就买 买车买车就好了 不然他就买 便宜就好了 他就是没有钱 他才骑摩托车 你再加一条 明年开始买摩托车 整个买一万块 他又开始 犯人买车 这个你看看 根本没有 他没有发现到说 我这次败选的原因 就是 过分的找这些 秋名探家 勞工这些薪水阶级的麻烦 他们去大返铺嘛 结果你又介绍你母 还有很多愚蠢的 真的 我说一下 吴大哥你的笑容 我说一下真的 可能大家没有听过 这个其实是今年 就是选举前 选举这一个月 11月1号 进行到12月31号 这两个月 有一个很奇怪的补贴政策 大家不知道要听吗 说 这个交通部观光局 补贴五个县市 你去五个县市 观光旅游有补贴 宜蘭 台当 华联 高雄 彬东 很奇怪 光是这个就很怪了 那其他县市都不需要补贴旅游 只有这几个县市要保 那是用纳税钱去补贴这五个县市 这有个县市还很怪 像宜蘭内的 郊西宜 宜蘭头城 没有补贴 其他的县市 这种差别的待遇 我给你说 没有保折到的人 一定敢说 最后就是 那个落选 陈欧坡就落选了 这外国县市传得很厉害 政府都不知道 这个政策产生很多很好笑的事情 大家注意听 他说 你拜一二三四五去 刚才讲的那五个县市 七头 六十月以下的 保折一千块 你可以去拖 拖拖拖拖拖拖 六十月以上保折一千五块 那我问你 有时间 在礼拜一到礼拜五去完 这一定 家裡一定生活很好過 十八圓圈在那裏六十月 就是生活更好的人 才知道 你如果把那些 上班做的 漏工 又把他拿去旁邊去了 然後你用 這是節品济富的概念 把那些善用人 扣來的水去 去救濟那些 不是救濟 去补贴那些好好的人 有十人去拖拖的人 百一到百五十人去拖拖 是什麽人 一定家裡好過的人 你用窮人的錢 去补贴有錢 好 更好笑的是發生的 有朋友去拖拖 我去拖拖後 拖拖後 拖拖五百 他去高雄拖拖 飯店可以補一千五塊 他去拖拖一千塊 飯店又退休五百塊 準備早餐給他吃 世間有這種事情 一些英人 有錢人 他又可以去玩 政府就補貼 其實他補貼到的兩種就是那個 飯店 李舍飯店 李舜 李舜 李舜也有什麼 一團可以補助三萬 這個很違反 而且你實施下去以後 剛好所有的善良人 大家幹掉 欸 真的行禮賣去 野餅店 店家 都沒有好處啊 你人來吃飯店 吃飯店 吃免費早餐 以後就回去了 像這樣的愚蠢的政策 你看 欸我還說齁 還有很多 我如果還有機會來這個節目 我會經常說 這愚蠢的政策 然後就是 找這些窮人的麻煩 造成了 你看那個馬克宏 就是找窮人的麻煩 造成那麼大的風 其實我們台灣這兩年 就是一直在找這個 善良人的麻煩 就造成這麼大的反彈 就從這裡來 不要說馬克宏 這是美國最有名的歷史作家 叫巴拉塔克曼女士 所寫的余政進行 最有名的木馬圖城記 把木馬拖進自己城裡面 還有一個就是 唯一復興時代 宗教改革時代的教皇 他們都精英 問題是繼續印那個 涉罪券 再來就是 美國獨立革命的時候 的英國政府 繼續印花稅 就革命了 再來就是 美國陷入越戰泥落 第五個就是民進黨 執政兩年 是叫余政進行曲 我今天遇到一位 蔡總統相當接近的朋友 我坦率跟他說 如果你要聽我意見 請跟他轉答 就是易德兄的 蔡總統你完全沒有接地氣 第二點 蔡總統你完全沒有領導力 第三 蔡總統你身邊一定缺乏 政治幕僚 能夠很精準的判斷政治 所以有人說你旁邊是童子君 其實他們年紀都四十幾歲 應該叫羅浮童子君 就講以後這個朋友說 不敢講 我當然知道你不敢講 我只好公開講 蔡總統 不要只聽想好聽的話 要聽我們外面真正的聲音 恭喜這個柏亞 非常不簡單 在這個最困艱困的地區 國城連任也是非常不容易 但是柏亞以他的所謂的小黨 自己拼搏 然後在各黨夾殺下衝出來 你一定有所感 把問題點出來 好不好 我們就不客氣 你站在一個在野黨立場說 到今天為止民進黨的問題 還不知道 來 柏亞 其實現在從選項到現在 看遍所有的政論節目 當然藍營的一直一定是持續罵 那當然這個比較本土的政論節目 其實也可以聽到很多對於蔡總統也好 或是對於現在執政黨的抨擊 那其實這個格局拉長 時間拉長來看滿有趣的 就是假設說真的是有這麼爛 什麼都做不好的話 那為什麼他今天可以坐到這個位置 應該是過去也曾經是有讓大家非常有期待的時刻 那就以我個人來講好了 其實要談到我個人對於蔡英文總統 為什麼我會覺得她是一個值得被期待的領導人 其實最早是要在2008年的時候 2008年的時候蔡總統她在這個民進黨一片混亂 所有的天王天后都四散走壁 不願意接下這個當時民進黨被評為幾乎快要滅黨的 這樣一個重擔的時候她跳出來 雖然她的從政的資歷也不是非常的顯赫 但是她願意跳出來說好 那我來領導民進黨 我來當民進黨主席 那個時候說實在看好的人應該不多 但是她慢慢的2008年之後 2010年2012年 確實民進黨在絕境當中慢慢重生 那蔡英文這個政治人物這個品牌 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累積她的公信力 那從現在的絕境當中 我們再回過頭去看 為什麼2008年的蔡英文讓人如此有期待 因為她那個時候展現出了一個 政治領導人非常需要的特色就是 她必須要有一個在絕境當中 帶領群眾尋找方向的這樣子的能力 也就是一般我們會用領導力來概括的形容的 這樣的一個我們說政治人物的Christmas 她有這樣子的一個領導的魅力 那現在其實蔡總統遇到的問題 其實講白了就是台灣的社會 她慢慢的因為資訊充斥的非常多四面八方的 真實的或者甚至是虛假的資訊 而台灣的民主過於的淺跌 因此我們的社會已經慢慢的往所謂的 無法統治性這方面去走了 那在這個時候其實蔡總統她的執政團隊 也慢慢的陷入迷失的狀態 所謂的迷失是她沒有辦法指出 我們現在要走的方向是哪裡 這當然也跟蔡總統的領導風格有關 我想因為她過去是這個國際談判的專家 她也許習慣說等到各方都表態 所有人都把牌打出來一輪之後 她再把她手上那張底牌掀出來 來決定這個牌局 這也許在談判桌上是行得通的 但是坐在總統這位置上的時候 卻造成了她往往也要聽到各種正反 甚至第三第四五種意見 全部都鬥爭過一輪 把牌全部打完 她才要準備來出牌 這個為什麼在總統的位置上行不通呢 因為熱情跟利益和理性這三者 構成了政治非常重要的元素 那如果你放任所有的這樣子的鬥爭 一直持續下去的話 你只會讓熱情跟利益無限制的擴大 而失去理性 所以我們看年金改革也好 過去蔡總統她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方向的時候 她放任了反年金改革 不斷的在全國各地烽火四處的被挑起 那最終呢 雖然完成了所謂階段性的 已經妥協過的目標之後 結果二果還是呈現在2018年的年底選舉 她的所謂的沉默 她的所謂的模糊 她的所謂的最後保留底牌 並沒有讓這社會更團結 反而讓反對她的聲音越來越大 反而讓支持她的人找不到辯護的理由 所以後來她自己反省說她提到一句話 她說政治要民快 政治要有節奏感 政治要讓人民有感 我覺得她講的真的非常的對 就是她必須找回她2008年那個時候顯示出絕境中找方向的領導力 可是我覺得很可惜的是 當她做了這樣子的談話之後 面對接續而來的幾個重大爭議事件 她還是尚未展現出她的領導力 她看起來像是被領導 比如說剛才節目中提到了這個綠白合作的議題好了 綠白合作的議題其實在我看來 她是一個不應該被放在議程的第一順位的問題 因為對於選民來說綠白合作白綠合作 或者是說橘色要不要合作 其實對選民來講四個字政治考量 選舉考量 選舉考量對選民來說重要嗎 坦白講選舉考量對選民來說一點都不重要 你現在盤算說2020誰要出來選總統 誰能當選總統 對所有的選民來說就是你就是在想選舉 但問題是什麼樣是一個有領導力的人 不是跳出來說我要選總統 這樣就算有領導力的人 而是你要告訴大家說 我今天這個政黨是要把台灣帶到哪一個方向 這才叫領導力 所以回歸到立委補選這一局 其實在立委補選這一局最基本 應該第一個討論的是 民進黨要支持的人選 他代表的是什麼價值什麼政策 為什麼今天民進黨要支持提名這個人來選立委 因為他的人品嗎 因為他的政見嗎 因為他最符合民進黨的黨綱 黨章這個價值嗎 這才是第一個要優先回答的問題 而不是去討論說 哎呀我要跟政壇上哪個其他的勢力合作 怎麼樣合作之後我們再來喬人選 如果說以這樣子要先喬之後喬出來人選 你才要來來圓說為什麼我要支持這個人的話 說真的選民怎麼可能會感動 如果選民不感動的話 你怎麼可能會贏 我們當然都希望本土政權可以贏 我們當然都希望台灣可以被保護 我們當然都希望台灣可以獨立自主 那我們更期待的就是說 蔡總統你的船長 如果你是一個船長的話 你的領導力應該是要先告訴大家說 我們現在要往哪一個方向 接著我們再來討論 我們要如何的走向這個方向 這個順序才有可能帶來你所要的政治 明快的節奏感 人民才會有感 這個波亞講的話 我就引用英國一個大政治家叫做克倫威爾 也是英國歷史上一個偉大的領導者 他說一個領導者沒有目標就走得不夠遠 很簡單 我不要講太多了 就這三個了 司法改革 金融改革 稅制改革 請教蔡總統 這是一年前台大法律學院陳志榮教授 在我這個節目所做的 我發覺到一年後竟然完全一樣 請看 金管會進將兆風案封存封口封閉 封存嘛 10年嘛 2026 封口 金管要求媒體封口否則又提告 哎呀 郭神 你我都提告了 真的耶 一年前喔 那封閉 你看 全部由趙鋒銀郎董事自行解決 這樣就可以全盤掌控 哎呀 郭神 你剛剛拖得完全一樣耶 最有趣的是 這是我出庭的時候 這個法官叫做張耀宇 法官啦 他自己講了 他說他的老師叫陳志榮教授 他在法庭上自己講了 那你就秉公處理吧 就按照你老師的處理 就按照這個張法官怎麼處理 你老師怎麼教你 就封存封果封閉 而且陳志榮教授上次在這個節目還講說 張兆順有種來告我陳志榮 結果你不敢告啊 因為他可能那個 可能法官遇到這個叫張耀宇啊 是不是這樣子 我我我我我爹爹不是法官嗎 你說你說 他是臉書說你說 蔡總統 是不是這樣子 蔡總統 這就是你的領導力啊 金融改革 如果我再強調一次 其實喔 不要等一德兇分析啦 四組人馬都出來了啦 至少可能還有五組耶 我我還想請教這個柏雅說 你們來黨主席要不要選耶 說不定還有第五組耶 對不對 來過請 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把 蔡總統 我當然同意你改革啊 但余天為什麼痛哭流涕 張國才教授為什麼說 施改是重中之重 我希望各位 從你 我是覺得喔 在政黨國家利益之下 還有一個道德良知啦 我想各位同意吧 那個我們要在道德良知立場 說真話 我們請三位來 請 我在想金融如果要改革啊 蔡總統 我給你一個建議 我舉一個例子 趙鋒 趙鋒金的 張兆孫 我們不得不欽佩他 後台過硬 所以 他才改一手遮天馬 為所欲為嘛 只要他喜歡沒有什麼不可以 很簡單啊 依照政府裡面 公民營事業機關負責人喔 還有經理人 依照任用要點規定 六十八歲就要退休 張兆孫 今年跪根七十八啊 為什麼他還可以做 為什麼可以做兩年啊 這就是奇怪嘛 所以你說要金融改革 欸 蔡總統 賴院長 蘇部長 拜託的 你們是沒注意到 還是不敢換 所以金融怎麼改革嘛 第二 我回想一下 剛才 胡大哥所講的 欸 張兆孫啊透過關七 告訴胡大哥說 欸 這是高東啊 要跟他講 不是我 那個人叫做柯建民總召 所以 我現在證明一點 他講話根本就是騙人 各位 張兆孫掌控 趙鋒八大子公司 所有的董事都是他什麼 他一手遮天 都是他在運作 所以你講這個 根本就是騙人嘛 但是接下來 我很迅速的請問張董事長 你喜歡告明代 你喜歡告明嘴嘛 那很簡單 我問你幾個問題 你可以不可以答覆我 如果答覆不出來 你不要用告我 又來嚇阻我 不要 我不會怕的 第一 請問你在當董事長當中 你會計師事務所裡面 有多少個人進入趙鋒系統的董事 你可以不可以告訴人家嗎 第二 工會的專業董事 你為什麼反對到底 為什麼 可以不可以跟這些勞工交代一下 為什麼 第三 最近你有一個愛將叫做陳佩軍 最近從總集合馬上接什麼 接趙鋒政見的董事長 請問為什麼會這樣 他一進去看不高興的副總經理 全部殺殺殺殺 這不是方法做法 那不是什麼 所以我說實在 時間還很多 我要告訴張董事長 我還有很多資料 你希望繼續告我 繼續給我韓文 我一定會講得更多 所以最後我真的有一個 一句話要奉勸張董事長 人在做天在看 只要不公不義的事情 任何一個民意代表 都會繼續監督 除了你改進 或者你下台 我才不會講 還有最後你講 我們在節目裡面講 就是因為 員工情緒波動 不是 是你自己的作為 員工情緒波動 我們講的 就是有事實根據的東西 請你不要把 員工情緒波動 假厚在我們身上 我們是只要不公不義的東西 我們一定講到底 一定講給各位觀眾朋友 來做主持正義 國誠我終於恍然大悟了 原來張兆順董事長告我 銀行法是因為 我讓員工情緒波動 你們應該找救國團張老師 救國團有沒有裁掉 找張老師 去找張老師 找我們就不對了 原來是員工情緒波動 其實不是波動 是說我們這邊講 讓趙峰的股票波動 我是巴輝策 我有那麼厲害 搞錯沒有 國城我跟你講 我已經領好趙峰的回寒 就這一句話 台端繼續散佈前述言論 本行將依法追溯 台端之民行事法律責任 吸物置物為導 聽到沒有 我已經聽你回答了 他要回頭是岸 什麼吸藥置物 沒關係 我再向大家宣布 我講非常認真 其實已經傳一次 我今天再把這樣傳給總統 我用LINE傳給總統身邊某個核心幕僚 這個幕僚是負責收集羽情的 如果這位幕僚你不傳給總統的話 你是失職的 請蔡總統立即解職趙峰金 董事長張兆順 否則不必連任 內閣全面改組前最後通牒 這位幕僚 你們都在監看我知道 但是我今天晚上傳給你 今天一定 我應該十二點正傳給你好了 好 有四組人馬吧 全家不夠再打冠 那你蔡英文你的新潮流系 還沒擺平 我有說新潮流 這才是十二個 十二個掛材有心 五個掛材有心 還不知道 不要那麼天真以為蔡賴配 我還認為是賴差配 人家說不定劉毅德主席要選 對不對 說不定歡迎主席要選 對不對 可能還有六組對不對 來 毅德跟保安 站在你們各自政黨政治立場 政黨政治就是分權而制衡 以野心對抗野心 我用一句話 我在大學時候修美國歷史 那一句話 我大一時候讀 就背起來背到現在四十多年 這傑文信總統說的第三任總統 他是獨立千年起早的人 他告訴我 也告訴所有人 他說我背給大家聽 再也不要跟我說 相信政治人物這種話了 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對人性不信任的基礎之上 政治人物是怪物 如果你全力給他肢長 怪物就會膨脹 於是你要用腳樓手銬把它靠住 什麼叫腳樓 媒體 什麼叫手銬 就是法律 用媒體法律來制約領導者 美國今天川普總統 再怎麼胡作非為 怎麼有人說 美國還是偉大的民主國家在這邊 所以再也不要相信任何政治人物 相信盛黨 我們自己的媒體 站在掌權者的對立面說真話 我們也希望在野黨 伊德跟柏亞裡面在野黨 來督促執政黨 來 先請這個伊德請 謝謝胡大哥台愛 我要選總統 我沒有那個腳樓不敢吃那個食譽 川總統大家有機會 那有名字天命 我實在是對民進黨一直 報到那個中原理的角度 跟建議希望這樣做 大家民眾就拍一拍就會發現 你票就會回來 結果說實在 說一百句聽 九十九句譚都沒聽到 大家只好來信證 多少聽到 他剛才那個柏亞在說 說到領導能力 我來另外一個 不只那個張兆順 要FIRE掉的不只他 我記得 大概幾個月前 我處轉會過後 不是有理會問說 請問國防部長 國防部 總統行政院領導之下的 一個意識形態改造運動 下去跟他說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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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你給你信到 還沒完 退伍會的那個主委又上去 去打他 他說 我們也沒有 你們拜你們的 我們拜我們的 我們要繼續 這個樣子 這如果說是美國總統 川普這才 假登工 不要說假登工 那當工 晚上就去炒魷魚 去炒魷魚 又在那裡做得好 你這個也是什麼領導能力 你的部署 兩個部長都反對你的那個 那個促進 轉型正義的事情 你還要給他好處 在這裡 這讓人看著笑 你哪有在領導 很殘弱的領導 還有我要說 剛才胡大哥說你有跟那個 黨產會 林峰政委 林峰政委 我有跟他 我主動傳訊給他 他的哥哥跟他的爸爸 都是我的好朋友 就林思思委員 但是我問 你請他去做黨產會 怎麼適合 他們爸爸以前做過 兩個黨產的主管 這怎麼適合 再講黨產會 成立三年 到現在我跟你說 有一件土壤的錢 法律上討回來 就是嘉義廣東部 好像投了一千幾萬回來 結果那條也拿不到 那條因為員工的薪水 要優先處理 那條都拿不到 村的都要一二十年 都要你打官司 成立了三年 連一毛錢也沒有要回來 結果他花了多少錢 你猜 一年平均二十五月 三年一開十五月 黨產都還一毛錢都沒有要到 已經花掉四五月 這才差一點 所以我那天不知道 在節目說 那整期你選擇說投多少黨產 我就用多少 這個 用多少消費券 給大家去開 至少跟民間的那個好處連起來 這是有點異想天下 但至少跟民間的好處連起來 結果沒有了 這樣你怎麼能得到 投黨產這才有正義感的東西 結果你搞成這樣子 我覺得 我覺得小燕總統 你自己的領導能力 真的是要好好檢討 其實蔡總統的領導力真的是 英文叫leadership 現在是好像這隻船變鐵達林號 那種ship就是那個船 到底我坦白講 這句話對蔡總統不禮貌了 你們的檢討就是在鐵達林號上面 研究家具 研究唐藝怎麼擺設 到目前為止 所以很多人說 選前我不是慈眉善目苦口婆心嗎 為什麼選後當頭棒鶴呢 如果我沒有這種態度的話 其實我寫得大聲而已 我沒有惡意 我也不認為我有惡意 愛聲則竊 而且我常說禪宗教案裡面的棒鶴 重點是棒是假 鶴是真 不跟你講 但是你自己要給我收口 來 柏雅 做結論 剛才這個鍾信大哥有提到一句話 民主政治是以野心對抗野心 這汉密爾頓說的 對 其實這句話的哲理非常的深 我如果把它往外面引申出來 其實現在台灣遇到一個很大的威脅 就是旁邊有一個中國 對台灣有很大很大的野心 那你如何要對抗這個中國的野心呢 其實答案還是回過頭來 以野心對抗野心 什麼野心 台灣的領導人必須要有一個很充分的政治企圖 是要讓台灣走向一個正常的獨立的國家的 這樣子的一個野心 我覺得任何想要當台灣領導人的人 心裡都必須要有這樣子的想望 也許不是明年 也許不是後年 但是你一定要打造這樣子的條件 你要把這個當成是自己的歷史責任 這才是有足夠的對抗中國的野心的 這樣足夠的政治的精神力 姑且把它稱之為政治上的精神力 那現在蔡總統稍微有點欠缺這樣的精神力 我們以剛才節目有帶到這個面包師傅武寶村的事件 今天蔡總統也發表了他的回廊談話 帶到這個他說大家不要苛責武寶村 那當然你說自己家裡面的小孩出去外面 為了跟人家做生意就跪在外面叫人家爸爸 那回來之後你要不要打他 有很多人他打不下手會覺得說 是我們自己沒能力保護我們自己的孩子 所以才發生這種事 這種心情其實大家都可以理解 可是問題是今天蔡總統 你不是只是一個電視名嘴 你也不是只是一個任何的一個 一般的小老百姓說我發揮我的同情心 然後請這個大家同情他 只是一個單純的面包師傅 蔡總統你是要帶領台灣對抗中國野心的人 所以在你的談話之中 其實人民更期待的是 蔡總統你能不能告訴我們 身為台灣人 我們可以有怎麼樣不用低頭的條件 我相信其實中國的步步進逼太明顯了 從最一開始逼迫許文龍承認九二共識 這是第一步 第一道牆 中國已經把兩岸的正常經貿王來加上第一道牆 這道牆是中國家的 接下來第二道牆是什麼 兩岸一家親 所以這兩三年來不斷有很多的藝人 必須藝人必須低頭表態說我們兩岸一家親 接下來這一次五寶村 他被當成一個棋子 是被加上了第三道牆叫做中國台灣 所以從九二共識加兩岸一家親 現在已經加到中國台灣 中國不斷的在加碼不斷的在禁逼的過程當中 請問蔡總統所帶領的政府有沒有什麼樣的對策給這些需要去中國做生意的人 我想如果他能夠說出這個的話 他的名望會再提高 我覺得不會把問題點得非常好 這正是蔡總統對時局的判斷力有問題 坦白講今天回廊談話我都不對 領袖是希望的化身 其實蔡總統的回廊談話 我只能用廚師表那句話 林表涕氣不知所盈 我是一天是痛哭流涕 我真是不知所盈 我講一個故事做結束 80年代我在美國 美國有一個啤酒叫做酷兒 很有名的啤酒 他說我們公司只僱用白種人 非白種人都不僱用 那我們不是白種人 大家不喝聚喝 乖乖就患 我不喝酷我喝喝百味 對啊 你要有這種態度 不然軟頭沾滾 這就是蔡總統的領導力問題 當然這個吳寶春是說的 說的不用說 只有利益 只想做賺錢而已 我都頭腦破個洞 但是在關鍵時刻 總統你的判讀 你有沒有做希望化身 同時我要嚴厲警告張兆順董事長 這是華盛頓說的 總之禁止言論一定有壞事有關 絕對不是好事 國城繼續來揭露 到底張兆順做什麼壞事 趁著你張兆順 批把我看一看行走 不然 到時候就像南國西一樣 涉及國際洗錢重罪 那可是你南國西跟張兆順董事長 裡面兩位承擔不起 第二段我們繼續探討 世華改革 金融改革 稅制改革 三位你們的言論自由 這位保障繼續邀請你們來 謝謝